我認為有很多基本修養 不要說以前作為一個人都應該有的 應該從是非觀念去出發去看這件事 不是應該看公眾的反應才知道對錯 反省要很徹底知道為何不適合這個詞 有一種欺凌冒犯一個體型較弱的人 他在做自己的職責 當然你覺得不適合你 可以有些方法去尋找去解決 甚至去投訴各方面都可以 但這樣被人覺得是欺凌冒犯他人 尤其是對方是一個被感覺到欺凌的女士 我覺得大家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今日中委會表達了一個很強烈的譴責 也是凍結會席 提交紀委會去處理 要求你一件事 要求你最好的一件事 要求你有些人 要求你一個人 要求你一件事 我才能有些人 要求你一個人